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万恶拘手 布隆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土地贫瘠资源匮乏 虽然穷的都快接不开锅了 但为了争权夺利 胡图族和图西族仍然打的是头破血流不肯开胶 布隆迪的内战从20世纪一直打到21世纪才算消停 在这场跨世纪的群攻中 双方谁都没占到便宜 而且大批的人常炮灰 美国专家炮灰姐正带着人挖掘尸体的时候 影片的大反派鳄鱼古斯塔突然出现 上去坑吃一口就把炮灰姐给吃了 一帮当兵的急忙往锤里开箱 但鳄鱼古斯塔皮糙肉厚根本就不在乎 狗刨着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这条名叫古斯塔的鳄鱼 打20世纪初开始至今已经吃了几百个人 某电视台制片人铁锤因为不吃的报道 得罪了一名议员 被老板叫到办公室冲骂了一顿 为了给铁锤一个教训 老板让他跟着记者春花前往布隆迪 抓拿那条吃的鳄鱼古斯塔 并且写一篇关于鳄鱼古斯塔的新闻报道 资料显示鳄鱼专家 此时正在布隆迪对古斯塔展开研究 并且已经有了不少收获 铁锤一听头摇的跟布朗古似的 老板说你要是不去 现在就给我滚蛋 胳膊扭个大腿 铁锤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转过天铁锤带着摄影师老抽哥 和记者春花乘坐飞机抢布隆迪 布隆迪的确是又穷乱乱 机场就跟菜市场似的 电视台老板安排的鲁弹叔 负责接待了铁锤一项 由于局势动荡 鲁弹叔还找了两个当兵的 负责保护铁锤等人 因为他们要途径 当地军阀小古斯塔的地方 这个小古斯塔 就是以鳄鱼古斯塔命名的 其寓意就是指自己 跟鳄鱼一样冷血 随后铁锤等人乘船 前去跟向导接头 虽然目前属于休战器 但当铁锤等人的船 经过战区的时候 仍是遭到了不明人士的激积 经过一阵小规模的对撤 负责保护铁锤的军人 成功地击退了对方 转过天 铁锤等人来到了 鳄鱼古斯塔经常出没的地方 跟约好的向导接上了头 由于他们前往的地区 距离军阀小古斯塔的地盘很近 因此大家都非常紧张 第二天一走 大家伙带着全套的装备 前往户边 准备活捉鳄鱼古斯塔 虽然鳄鱼经常吃人 但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 似乎并不在意 仍是在河边又蹦有跳 只有那条用来给鳄鱼献祭的狗狗 显得有些忧心出头 春花是实在看不见去了 急忙把狗狗给弄上来 按照当地的规矩 铁锤等人如果想得到村民的帮助 那么首先要去巫师那儿起伏 巫师是这个村的长老 跟军阀小古斯塔是死对头 大家伙来到河边 放好笼子撒下诱饵 等待着鳄鱼的出现 村民小酱油是个机灵的小伙子 为了离开这个破地方 他希望这些美国人回国的时候 能把他一起带走 到了后半夜 鳄鱼骨斯塔终于出现 这条鳄鱼可是老江湖 很快就发现这是一圈套 于是虚晃一招就打算撒自聊 鳄鱼专家急忙开箱 把一个电子跟踪器 射在了鳄鱼的身上 摄影师老抽哥拎着摄像机 正在拍摄素材的时候 突然看到巫师的一家老小 被军阀小古斯塔给抓了 老抽哥虽然很害怕 但他还是把行刑的整个过程 给拍摄下来 晚上摄影师老抽哥 把这件事跟大家一说 所有人都一愤天愿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春花建议报警 但他的提议 很快就被其他人也否决了 铁锤毕竟是一个 有正义感的男人 他认为应该把 处决巫师一家人的录像 供之于重 引起识人的关注 一帮人在帐篷里 激烈的争论着 他们的话 全都被外面的 那些当兵的给听见 原来这些当兵的 全都是军阀小古斯塔的人 小酱油为了让铁锤等人 美国人抓住鳄鱼 他们就会把自己带走 小酱油在铁笼子里 冲着河水不停的马迹 最后把鳄鱼古斯塔给骂鸡眼 冲上岸就打算把小酱油给吃 幸亏铁锤等人及时赶到 小酱油才捡了一条命 铁锤等人这边正忙活着 营地那边出事 其中一个当兵的 趁机想偷短钱 刚好为春花给撞捡 这位兵哥哥一看暴露了 于是便打算霸王应上宫 来个财色见收 眼瞅着春花要指挥 鳄鱼古斯塔看不下去了 上去就把这个道德败坏的家伙 嚼个嚼 春花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当铁锤等人回到营地 发现已经是狼藉一片 鳄鱼古斯塔早就不见 另外一个当兵的 正向小古斯塔汇报的时候 被巷导给偷听到 当巷导准备带着铁锤 等着离开的时候 被那个当兵的就拦住了 逼着他们交出 屠杀巫师一间的视频资料 在得到了视频资料之后 这哥们就打算把铁锤等人处死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小酱油在不远处开了墙 摄影师老抽哥伸手感动 发誓说无论如何 也得把小酱油带到美国 因为他救了所有人的命 当这帮人正求救疗伤的时候 鳄鱼古斯塔发起了攻击 茅草棚很快就被拆散架了 所有人都掉进了河里 由于向导的老婆 几年前被大鳄鱼给吃了 因此老爷子便打算 跟大鳄鱼同归一尽 大鳄鱼眼疾嘴快 一甩头把相导给扔了出去 随着光当一声 相导的气氛正是杀了心了 第二天一早 电视台老板派来的直升机赶到 当大家伙都以为要得救的时候 军阀小古斯塔的人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把鳄鱼专家被逼了 紧接着是对铁锤等人追捕 场面那是相当的混乱 小酱油中枪受了伤 摄影师老抽哥由于慌目择路 跟鳄鱼古斯塔遭一场 春花是彻底被吓尿了 由于跑得快鞋都被碾掉 铁锤跟一大块头掐了起来 眼瞅着要敲遍 春花突然从后面开了一枪 铁锤去找摄影师老抽哥 发现摄影机还在 老抽哥却不见了 铁锤说 现在我明白 为什么会有古斯塔这种吃人的鳄鱼了 因为这个国家 常年的内战种族屠杀 导致大批无辜的平民死去 有些人死后漂浮在河里 成了鳄鱼的食物 换句话来说 这个怪兽 其实就是人类自己培育出来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负责接待他们的鲁弹书 开了车赶刀 当铁锤准备上车的时候 突然看到车前面挂了一串装饰品 这串箱链之前是属于巫师的 巫师一家人被杀的那天 小古斯塔亲手从巫师的脖子上拽了下来 原来这个鲁弹书不是别人 正是军阀小古斯塔 小古斯塔的目的很明确 找到杀害巫师一家人的录像 然后再干掉铁锤和重画 眼瞅着要被气势荒野 铁锤谎称那个用来追踪鳄鱼的追踪器 是寻找电脑的唯一途径 随后小古斯塔压着铁锤和重画 按照追踪器上的指示寻找电脑 从目前这个形式来看 能够救铁锤和重画的只有大鳄鱼了 当铁锤拿着追踪器寻找鳄鱼古斯塔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摄影师老抽哥的尸体 而当初那条携带电子追踪器的鳄鱼 此时已经只剩下一堆白骨了 这说明吃人的鳄鱼不止一条 黑灯瞎火又下着鱼 正是反击的好机会 铁锤干掉小古斯塔的手下之后 终于和重画会合了 可这二位还没来得及跑呢 铁锤就被小古斯塔开枪把推给打去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大鳄鱼再次出现 大鳄鱼看了看铁锤和重画 又看了看小古斯塔 从食物的数量上来看 大鳄鱼选择铁锤和重画是没错 但即便是一条鱼 也应该有自己的三观和道德底线 为了弘扬正能量 大鳄鱼最终决定站在正义的一方 上去坑吃一口就把小古斯塔给吃了 吃完小古斯塔 大鳄鱼有些意欲为敬 为了避免故事过于的说脚 大鳄鱼转头又扑向了铁锤和重画 经过一番搏斗 铁锤和重画开车带着小酱油成功逃脱了 影片的最后 小酱油如愿以偿的被铁锤带到了美国 时间一晃来到了2005年 虽然布隆迪的内战结束了 但河里的大鳄鱼一战存在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鸭精 生活虽然不容易 起码还能过得去 看看那些穷国家还有什么不满意